第147章纪红冰的兴奋 兰霄认真的道 你记住了 无论面对什么情况都不能冲动 这次你就太冲动了 居然在从没有驾驶过真正星际战机的情况下 去直接驾驶 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让爸爸妈妈怎么办 所以你以后一定不能莽撞 遇到事情要三思而后行 以自身的安全为第一重要 未来 你也一定还会遇到其他危险 每当这个时候 你就想想爸爸 妈妈还在等住你平安归来 好吗 兰轩宇看住兰霄眼中的目光 用力地点了下头 爸爸 我明白了 您放心吧 我以后一定不会这么冲动啊 我也会好好学习 让自己尽快变得强大起来 早日成为一名能够保护你们的真正强者 兰霄微笑住摸了摸儿子的头 爸爸知道的 你都是为了保护我们才那样冲出去的 还有 下次不许编瞎话 要不是事情太大 还就被你这小家伙 蒙混过去了 兰轩宇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他还是年纪太小 考虑不周全 但其实他自己并不后悔 甚至没有父母那样的后怕 出生牛犊不怕虎 他更多的是兴奋 驾驶星际战机的兴奋 如果不是后来亲眼看到了乐公子 那令人惊骇的可怕个人实力 恐怕他的兴奋感还会更强一些 而现在他其实对自己的选择是有了一些怀疑的 究竟是个人力量最重要 还是成为战舰指挥官更强大呢 这个问题 他决定要找自己的两位老师好好地问一问 这个疑问如果不搞清楚 他会觉得自己失去方向 而没有一个自己认可的方向 还怎么继续努力修炼和学习呢 在家休息了一天 又巩固了一下自己提升的修为 蓝轩宇立刻就返回了学院 这几年他已经习惯了高强度的修炼 突然休息这么十几天 要不是因为期间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他还真的有些不习惯呢 季老师 我有些疑问想问问您跟尹老师 能同时和您们二位一起谈谈吗 蓝轩宇中午就找上了季红兵 其他同学对于这位大魔王躲躲躲不及呢 但蓝轩宇却对这位季老师很是亲近 季红兵严厉归严厉 但在教学方面却是无巨细 而且知识非常丰富 全面 让蓝轩宇在和他的学习中受益匪浅 至少现在他已经开始真正明白什么是窦凯 想要成为一名窦凯师都需要做哪些事情 还学到了很多有关于武魂的高深知识 就连古魂兽的研究方面 季老师和自己父亲的研究方向也不一样 蓝轩宇的研究方向是普遍的古魂兽 而季红兵讲的更多是有关于远古那些强大魂兽 尤其是那些能够和人类融合在一起 成为人类魂环和魂灵的强大魂兽 以及他们在与魂师融合之后带给魂师的种种变化 哦 什么事呢 季红兵疑惑地问道 对了 你的魂力有没有突破的迹象 蓝轩宇微微一笑 季老师 我正要跟您说呢 我已经突破到二环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魂环似乎产生了变异 一下都变成百年魂环了 季红兵惊讶地看住蓝轩宇 百年 我记得你说过 你自己也不太清楚魂灵是什么 关于魂灵这个问题 身为老师 季红兵怎么可能不问蓝轩宇 蓝轩宇只能告诉他 那是父亲给自己带回来的一个魂灵 说是植物类的 具体是什么他也不太清楚 不是很强应该 因为他的第一个魂环是十年的 所以季红兵也没有多问什么 普通家庭购买魂灵 本来经济方面就会捉襟见肘 可此时听蓝轩宇这么一说 季红兵顿时好奇心大起 蓝轩宇心念一动 释放出自己左手的银纹蓝银草五魂 两圈黄色魂环随之从脚下升起 季红兵原本对他已经是有些失望了 毕竟他的魂力提升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可此时此刻 当蓝轩宇将自己的五魂释放出来后 却是令这位季老师大吃一惊 两个百年魂环还在其次 关键是他眼中这银纹蓝银草 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再是原本的柔弱 看起来晶莹剔透的银纹蓝银草 样貌大变 简直是脱胎换骨一般的变化 在季红兵对于五魂的认知之中 这种程度的变化 应该是只有五魂变异才有可能产生的 这也让他对于追问蓝轩宇魂灵的情况淡化了几分 因为如果五魂变异的话 本身就有可能导致魂环跟随变异 从而变得更加强大 毫无疑问 只是从外表也能看得出来 蓝轩宇这银纹蓝银草 是朝着好的方向进化的 这怎能不让季红兵惊喜莫名呢 魂迹是什么 释放出来我看看季红兵眼睛一亮 急切地说道 蓝轩宇第二魂环闪耀 一蹴火苗生腾而起 在他的控制下 逐渐凝聚成一团小火球 呈现在季红兵面前 看到火焰 季红兵的第一反应就是呆滞 师徒三年 他对于蓝轩宇的五魂自然是在熟悉不过了 自己这个弟子的第一魂环 分明是水元素掌控啊 这怎么又来了的火元素 这是什么情况 要知道 对于一般魂师来说 水 火本来就是几乎不会同时出现的 而就算是同时出现 那就相当于类似双生五魂的存在了 不如真正的截然不同两种五魂 但也比单一五魂要更强大的多 可蓝轩宇这情况就更加的特殊了 他本身就已经是双生五魂了 这又多了一个火元素 算什么情况 他的见识自然要比蓝轩宇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瞬间就意识到了很多情况 好家伙 水火同源 这第二魂环 竟然会是火元素掌控 这变异的也太厉害了吧 季红兵一脸的兴奋之色 围绕着蓝轩宇身边转了三圈 一时间 不但原本的失望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亢奋 老师 水和火相克 他们两个在一起 会不会不好啊 蓝轩宇试探助问道 他想看看 季老师对于这方面是怎么说的 季红兵没好气得到 糊涂 谁说相克就一定不好了 有的时候 相克甚至比相生还要好 试问 两种格格不入的元素 如果经过特殊处理 一旦碰撞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强烈的反应 而这种反应 就会化为巨大的能量 那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而是远远大于 很可能是几何倍数的提升 我就曾经见过两位魂师 分别是相克属性 彼此却能够施展五魂融合剂 爆发出极其恐怖的攻击力 你自身就拥有这两种元素 这简直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啊 这要是修炼好了 把控制力提升到足够强度 你就可以经常释放自体五魂融合剂 那会是多么强大的景象啊 季红冰越说越兴奋 整个人都变得亢奋起来 甚至都有些手舞足蹈了 这种情况 蓝轩宇还是第一次见到 而听他这么一说 和娜娜老师说的 也算是殊途同归 而且 娜娜可是亲自给他表演过 冰火两种元素在一起 会产生怎样的爆发力 第148章老师争执 好 真的很好 我没有看错你 你这小子 总算带给我一些惊喜了 哈哈哈哈 太好了 这段时间 你就不要去迎天凡那里了 我要给你突击提升一下 对于火元素的掌控 然后让你尽快掌握 这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相生相克的关系 干嘛呢 这才刚回来就抢人 你要不要脸了老记 正在这时 怪声怪气的话语声传来 蓝轩宇不用看都知道是谁来了 赶忙转身行李 迎老师迎天凡 一脸愤慨地大步走过来 也不理会蓝轩宇 直接来到季红冰面前 他那大肚子 都快要顶到季红冰身上了 你什么情况 轩宇才刚回来 你就抢人 有你这样的吗 咱们是怎么说好的 季红冰没好气地道 笨蛋 你看不见吗 轩宇的第二魂计 是火元素掌控 水火同源 这意味住什么 你看不懂啊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这个机会多么难得啊 迎天凡 其实刚刚从远处 就已经看到了 他也自然明白 季红冰为什么会这么兴奋 可是 他想要让蓝轩宇学的方向 和季红冰不一样啊 自然不会轻易让步 然后就是天罗星全星球选拔 这么短的时间里 你能教他什么 迎天凡没好气地道 灵阵摸枪 不快也光 能学一点是一点 而且 在选拔的过程中 他也会不断应用 总要给他修炼的方向 这才能在实战中 更好地提升自己 这你不明白 季红冰不一样 季红冰分毫不让 两个人跟斗牛似的 彼此瞪视住对方 蓝轩宇乖乖地站在一旁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这二位的争吵 太常见了 在这个时候 劝架就是找骂 等这二位互相喷得差不多了 自然就会找到一个 最大公约数 然后相互妥协 他只要在一旁等住就好了 迎天凡冷笑一声 道 你这些都是异想 但轩宇跟我学的东西 已经能够学以致用了 我可以完全肯定 他现在就有考上 星际指挥系的能力 你能保证 他能考得上斗凯系 季红冰怒道 胡说 你怎么保证 迎天凡黑黑一笑 给你看点东西 一边说着 他抬起左手 把自己的混导通讯器 露了出来 在上面暗动几下 顿时 一道光束 投射在空中 裸眼三地技术 这方面的技术应用 在联邦已经非常普遍了 漆黑的太空之中 一架星际战机突然冲入 而远处是对峙的大量机甲 正是蓝轩宇在太空中 第一次驾驶星际战机参战的景象 星际战机不断地改变姿态 精妙无比地闪避对方攻击 并且迅即地击毁两台机甲 画面一直到击毁第二台机甲结束 并没有后面蓝轩宇 被星际捕杀网抓住的景象 纪红冰看住这画面中的一切 也不禁吃惊起来 扭头看向蓝轩宇 道 那是你 迎天凡给他看这个 显然不是无地放食 和蓝轩宇没关系 那才怪了 蓝轩宇点了下头 没等他开口 迎天凡已经抢着道 我刚刚接到 来自于天斗星方面的表扬性 以及这个画面 轩宇前往天斗星乘坐的宇宙飞船 遇到了星际海盗 这小子倒是胆子大得很 自己驾驶宇宙飞船内部配备的 唯一一架星际战机参战 并且击毁了两台机甲 还能活着回来 刚刚他的操控 你也看到了 这水平 去考鸡都都没问题了 评级住这份实战经验 再加上他本身的操作能力 你说 星际指挥系考得上 考不上吧 纪红冰有些沉默了 迎天凡此时虽然嚣张的不行 可人家手里有证明啊 虽然纪红冰自身并不擅长于星际战机驾驶 可刚刚画面中 蓝轩宇驾驶的星际战机进退有度 精妙的闪避敌人攻击 并且在高速驾驶中 展现出高难度操作的画面 还是令他未知震撼 再不懂他也能看得出 在绝对高速状态下改变方向是多难的操作 而蓝轩宇做的却如此精准 这和迎天凡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迎天凡在星际战机驾驶方面的成就 纪红冰很清楚 而此时这一切都显示着 蓝轩宇确实是有资格考上 那的地方的星际指挥系的 可是纪红冰不甘心啊 原本他都已经有些失去希望了 也没打算再跟迎天凡争论 毕竟蓝轩宇的魂力差的实在是太多 但精神力却足够强 星际指挥系显然是更适合他的 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这第二魂环一出现 还是火元素掌控 冰火两种元素再加上强大的精神力 这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完全可以平级精妙的两种元素操控 来解决修为不足的问题 要知道 蓝轩宇现在的精神力已经逼近零海径 一旦突破零海径 那可就是全联邦级别的顶级天才 而多种元素掌控 无疑是最适合他这种精神力强大的 怎样才能说服迎天凡 给自己更多一些的时间呢 这死胖子可不是那么容易说服的 正在这时 蓝轩宇突然开口了 迎老师 纪老师 我想问你们二位一个问题 可以吗 迎天凡眼看纪红冰 被自己说得哑口无言 正是洋洋得意 心情大好的时候 文言道 问吧 蓝轩宇道 在当今联邦 个人实力究竟能否和战舰抗衡啊 也就是说 双甲流的顶级强者更强大 还是联邦战舰更强大呢 迎天凡毫不犹豫的道 当然是战舰更强大了 你这几年学过了数据分析 母舰的攻击力有多么恐怖 你不知道吗 那是能够毁灭星球的力量 蓝轩宇道 那人类力量的极致 有没有可能也可以毁灭星球呢 迎天凡道 那不可能 人类的力量再强 也是有限的坐井观天 孤陋寡闻纪红兵 总算是找到机会了 一脸讥讽的道 无知者无畏 你不知道的事情 还是少下断言 从理论上来说 人类个体实力的巅峰是什么 现在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是最巅峰的人类强者 就算是不能和母舰抗衡 却有无数种办法 可以毁掉母舰 胡说 怎么可能 迎天凡一脸的鄙夷 母舰是什么 那是真正毁天灭地 整个联邦最强大的武器 斗凯师或者是机甲师 能够毁掉母舰 你在痴人说梦吗 季红冰冷笑一声 那我就给你讲讲 迎天凡为之侧目 季红冰道 你说的没错 如果单纯从能量强度来看 人类个体的力量 几乎不可能和母舰抗衡 因为母舰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其中蕴含的能量 无论攻防 都已经是你天文数字的数值 但是 很多时候 是不能仅仅用数值来衡量的 个人的力量 确实是很难和母舰整体能量相比 这一点无庸置疑 哪怕是最颠顶的神级强者 六字斗凯师都是一样 但是 那指的是母舰整体的能量 可母舰的体积有多大 在如此巨大的体积之下 它会一点漏洞都没有吗 它的防护能量 能够随时都开启到最大吗 第149章心态变化 神级强者 或者是六字斗凯师的瞬间加速度 绝对会比母舰更快 母舰完全加速之前 是不能相比的 在这种情况下 神级强者是不是有机会 渗透进入母舰内部 而一旦他们进入母舰内部 谁能抵挡 除非有同等层次的存在 每一艘母舰都配备有神级强者 为什么 为的就是确保母舰内部不被渗透 这一点你承不承认 迎天凡有些沉默了 继红兵说的没错 联邦各大舰队之中 每一艘母舰内 都有一位神级强者坐镇 为的就是在关键时刻 预防有强大的敌人渗透期中 当然这种情况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生过 主要是预防叛乱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神级强者坐镇在母舰内部 甚至是有监军的作用 有着绝对超然的地位 纪红兵继续道 个人的战斗力固然没法完全和战舰相比 尤其是在星际作战之中 但是 一个人的个体体积才多大 很多舰队不能做的事情 人类个体却可以完成 更何况 人类潜能近乎无限 自从我们的母星进化 人类魂力从原本的99级为极限 提升到现在的120级为极限 斗铠也从原本的最高四字斗铠 提升到现在的六字斗铠 这都为我们人类开启了全新的大门 如果一支联邦舰队面对一群神级斗铠师 我赌斗铠师会赢 联邦舰队有可能毁掉他们的家园 但是 最终 他们一定能够毁掉整个舰队 你也在那里学习过 你应该知道 巅峰的斗铠师有多么可怕 没见过不等于不存在 所以 不要说一些无知的话 拼着纪红兵的讥讽 迎天凡有些不服气的反唇相激道 就跟你见过似的 你口口声声的说六字斗铠师 你见过六字斗铠师 还是见过一百一十几以上的大门 纪红兵哼了一声 这话有本事你到史莱克说去 你看看会不会被打脸迎天凡道 反正我不管 我这边已经保险轩宇 能够进入星际指挥系了 为什么要跟你冒险学习去 我要在这几天加强他的实际操作 让他真正驾驶真正的星际战机 从而把之前所学融会贯通 纪红兵眉头紧簇 迎天凡说的没错 以蓝轩宇在之前实战中的表现 想要考路史莱克学院的星际指挥系 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而斗铠戏 却是艰难万分 那我想和纪老师学学元素操控 两人谁也没想到的事 在这个时候 蓝轩宇突然开口了 纪红兵眼睛一亮 迎天凡则是一脸的错愕 因为在之前的学习中 因为自身魂力提升缓慢的原因 蓝轩宇实际上更倾向于 星际战机驾驶的学习 好好好 果然是个有远见的孩子 胖子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纪红兵大笑三声 一把就将蓝轩宇拉到了自己身边 迎天凡怒道 轩宇 你小子是吃错了药吧 你知道你将要面对的是什么考试吗 蓝轩宇点了点头 道 史莱克学院选拔赛 对不对 迎天凡一愣 你倒是真知道 这是谁走漏的风声 史莱克明文规定 在通过初步选拔之前 是不能告诉你们的蓝轩宇心中暗暗付费 您刚才这样子 不就是已经想要告诉我了吗 蓝轩宇道 我听别人说的 银老师 您别生气 既然您也说了 我肯定能够考上星际指挥系 那就让我也试试窦凯系吧 我对窦凯师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行吗 迎天凡哼了一声 不行 你知不知道 如果能考上史莱克的星际指挥系 你至少可以少奋斗十年 一点都不能马虎大意 你将要面对的 是整个联邦是整个联邦的天才 别以为自己有多出色 在全联邦范围内 你这点能力就不算什么了 季红兵道 行了 你少在这里慰言耸听 这样吧 时间多给我一点 我也每天让他跟你去驾驶两个小时的星际战机 就这么定了 他不只是你的期望 同样也是我的 老鹰 做人不能太自私啊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机会 迎天凡看向季红兵 季红兵分毫不让地盯视住他 想想之前自己看到的蓝轩宇实战之中的表现 迎天凡狠狠地哼了一声 算你狠 跟他学完了赶快去找我说完 气冲冲地走了 季红兵目送住他离去 很满意地拍了拍蓝轩宇的肩膀 看来 你对窦凯师的兴趣增加了 这次假期算是没有白放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蓝轩宇认真的道 季老师 我也想成为一个人 就能击溃一艘战舰的强者 季红兵有些失效 心中却有些不以为然 个人力量击溃战舰 哪有那么简单啊 战舰的防护罩强度有多么强大 孩子你不知道啊 不过 在这个时候 他自然不会打击蓝轩宇的积极性 只是点了点头道 那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 走吧 咱们开始 而接下来的几天 蓝轩宇完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每天几乎只有两个小时的冥想时间 或者是精疲力竭耗尽魂力之后 才可以冥想恢复 季红兵是真的下了狠心 给他准备了大量的珍惜食材 除了练习之外 就是吃和冥想 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的空余 以至于蓝轩宇自己累的 都已经开始有些茫然了 而迎天凡也如他所言 开始让蓝轩宇驾驶真正的星际战机 开始尝试在太空中的飞行 对他之前所学融会贯通 迎天凡其实最满意的是蓝轩宇的勇气 第一次上战场 就能把自己平时训练中的动作做出来 并且真的击溃敌人 这是迎天凡最兴奋的事情 这意味着蓝轩宇并不怯场 在真正的战争面前不会怯懦 这是一名星际战机驾驶员最重要的素质 如果没有这份勇气 那么平时练习的再好 真正战斗开始之后 也只会畏首畏尾 连三成能力都发挥不出来 迎天凡灌输给蓝轩宇的理念 是勇气与智慧并重 只有勇气是不够的 还要精确地计算出 自己星际战机的所有数据 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大意 这才是一名优秀飞行员所能做到的 好了 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休息了 大约可以休息八个小时 你可以不用冥想 去好好睡一觉以恢复精力 让紧绷的精神放松 季红冰看住眼神 已经恍惚的蓝轩宇说道 蓝轩宇的眼神都已经快要没有焦距了 季老师 选拔赛什么时候开始 在哪里啊 季红冰到九个小时后开始 初步选拔就在咱们学校 只有你们高能少年班的人参加 初步选拔很简单 不用担心 初步选拔主要是确认资格 然后开始下一步的海选 海选是三天后 所以 初步选拔结束以后 我们继续 哦 第一百五十章出册 蓝轩宇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宿舍 一头栽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这一觉睡得实在是太香甜了 第二天一大早 还是前蕾把他叫醒的 走了 初步选拔呢 今天 也不知道要测试的什么 蓝轩宇用凉水洗了把脸 总算是清醒了许多 但却依旧有些茫然 这几天实在是太累了 老师们给他的训练强度 恐怕要比普通高能少年班学院大上一倍都不止 其实 蓝轩宇自己都不太清楚 为什么季老师和尹老师都这么看好自己 尤其是季老师 高能少年班几乎每个人的魂力都比自己更强啊 自己占优势的就只有双生五魂吧 不过 这会儿他也没什么精力去思考这些 就跟住刘峰和钱磊来到了大训练场 高能少年班 21名学员一字排开 站在最前面的自然是班长吕千寻 吕千寻在班里也是年纪最大的一个 已经13岁了 身高超过了1米7 已经有了几分成年人模样 双眸炯炯有神 蓝轩宇站在最后一个 没办法 谁让他魂力最差呢 这排位是按照魂力强弱进行的 以促进学员们平时的修炼 慕仲天站在前面 纪红冰 迎天凡 以及一众高能少年班的老师们都在 和学生们大多有些茫然的样子相比 老师们却都显得很兴奋 他们都清楚 接下来的选拔是意味住什么 天罗学院高能少年班的建立 本来就是为了那个目标的 今天虽然只是初步测试 但也是一个真正的开始 正在这时 大训练场入口处 两个人并肩而入 左侧那人 身材高大 一头银发 相貌堂堂 正是天罗学院院长张泽楷 这位院长平时很少露面 但在天罗新地位却非常之高 在正坛都有一席之地 而他陪同着的那位 却是一名青年 见眉心目 看上去不过二十五 六岁的样子 身材修长而挺拔 脸上挂着和煦的微笑 众位老师在迎天凡的带领下 走上前去 院长迎天凡 面无表情地淡淡说道 张泽楷也习惯了他这样子 微笑道 各位辛苦了 今日出册 预祝我们高能少年般的孩子们 能取得好成绩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 这位是来自那边的陈一磊 那院弟子 听到那院弟子这几个字 记红冰的瞳孔猛然收缩了一下 眼底深处闪过一抹艳羡之色 陈一磊微微汗手道 各位老师好 这位是迎天凡学长 纪红冰学长吧 两位学长好 对于其他老师 他只是微微汗手之一 但对迎天凡和纪红冰 却是躬身三十度行礼 迎天凡一闪身 必让开来 并没有承受他这一礼 我是被开除的 没有正式毕业 当不得你这学长二字 学弟客气了 纪红冰却是汗手还礼 陈一磊转向张泽楷 道张院长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请张泽楷很客气地 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内院弟子这几个字 显然对在场众多 天罗学院的老师们 有非常强的震撼效果 众位老师 犹如众星捧月一般 陪着陈一磊 来到高能少年班学员们面前 张泽楷道 高能少年班 是我们学院的一次尝试 也算是实验班 这次选拔 也是检验 他们学习成果的机会 如果效果可以的话 我们学院也会继续推广下去 陈一磊微笑道 预祝这些孩子们 都能考得好成绩 那我就开始了 请 陈一磊上前几步 来到21名高能少年班学员们面前 微笑道 你们好 我是陈一磊 今天的初步测试很简单 主要是检测你们的古灵 魂力修为和精神力修为 稍后 请你们一个个初恋 先后进行检测 根据要求 12岁以下 出测是20级以上魂力 30级以上魂尊 可以将年龄通融到13岁 下面开始 从左向右吧 吕千寻就是左手边第一位 文言大不上前 平时他在高能少年班之中 算是老成的 但此时却明显有些激动 来到陈一磊面前站定 恭敬的道 您好 我是吕千寻 嗯 放松就好 陈一磊微微一笑 一抖手 一枚金属球飞起 悬浮在了吕千寻头顶上方 随之一层光运 从他头顶处开始向下滑落 迅速照耀全身 一直到脚步 金属球回归 在陈一磊的魂导通讯器上 贴合了一下 陈一磊念叨 古灵 13岁 魂力33级 精神力241 出册通过 听到出册通过几个字 吕千寻 难掩激动之色 赶忙道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陈一磊微笑道 后面还选加油 下一位测试比想象中还要简单得多 就是上前 被那金属球扫一下 然后列出数据 给出是否通过的答案 旁边自然有天罗学院的老师们负责记录 高能少年班的学员们能够站在这里 学院内部早就进行过多次测试 自然是要确保他们的修为能够通过考核的 前面一个个测试的都非常顺利 包括刘峰和钱磊在内都很轻松地满足了各项条件 除了吕千寻之外 其他人基本都在12岁这个门槛左右 他们有些是已经过了12岁 但只要没到13岁也算通过 还有一些接近12岁在12岁以下 最后一个终于轮到了蓝轩宇 昨天晚上睡得实在是太好了 之前太过疲惫 不睡还好 这一睡反而将睡意勾引了出来 以至于前面的人测试的时候 蓝轩宇就迷迷糊糊地半闭着眼 在那里打短 此时终于轮到他了 赶忙快步走上前 来到陈一磊面前 陈一磊看住他有些茫然 甚至睡眼惺忪的样子 不禁有些好奇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出测的学员 会是这样 其他人哪一个不是打起精神啊 而眼前这孩子也没行李 也没说自己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 陈一磊问道 蓝轩宇愣了一下 然后才反应过来 道 您好 我叫蓝轩宇 陈一磊好心提醒了他一句道 打起精神来 不然有可能会影响你的精神力评测 哦 哦 是蓝轩宇赶忙运转魂力 让自己集中精神 金属球漂浮到蓝轩宇头顶上方 光运下落 笼罩身体 然后回归 数据出现 一 一看到数据 陈一磊就不禁有些惊讶起来 古灵 十岁 你还不到十一岁吗 陈一磊惊讶地问道 在他的印象中 先前天罗学院给的数据里面 所有孩子至少都是十一岁以上 还有一些十二岁多的 蓝轩宇激灵灵打了的寒战 先前他并没有注意评测古灵那些话 此时一测试 真是年龄顿时就暴露了 我 我还有几天应该就十一岁了吧 他确实是马上就要十一岁了 陈一磊眉头微醋道 可是 在你的报名表上写的是 你马上十二岁了 怎么会差了一岁 蓝轩宇挠挠头 道 可能是当初我刚上学的时候 爸爸 妈妈给我报错了第151章 陈一磊的好奇 这个变化令后面天罗学院的老师们不禁都有些惊讶 蓝轩宇的身材在高能少年班中算是中等偏上 看上去也是正常 这古灵测试怎么会小了一岁 一听他小一岁 纪红冰的表情最是精彩 他原本还担心蓝轩宇如果已经超过十二岁 魂力又才刚刚二十级 会在今后的考核中有问题 可如果是十一岁不到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差一岁的话 综合评定给出的评分会好得多 他是过来人 这些自然都很清楚 只是 这孩子怎么会虚报了一岁啊 陈一磊并没有深究 他的任务只是评测这些孩子们 有没有资格参加后面的海选 年纪小会吃点亏 魂力 二十级 咦 怎么不是二十一级 你有第二个魂环了 又是一个奇怪的情况 嗯 嗯 有的蓝轩宇赶忙点头 陈一磊到精神力 四百九十九 看到这个精神力 他不禁微微一惊 这个精神力层次可是有点了不得啊 这孩子还不到十一岁 精神力已经接近零海径了 难道是精神戏魂师 释放一下你的五魂 确认你是否已经有第二魂环 陈一磊说道 好的 蓝轩宇赶忙释放出自己左手的银纹蓝银草 两个黄色魂环也随之升起 陈一磊点了点头 好 出册通过蓝轩宇算是有惊无险的通过了自己的出册 但站在后面的高能少年班同学们看住他的眼神可就有点变化了 先不说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终于到了两环的 更重要的是 他那原本是十年的魂环竟然已经进化到了百年程度 这可就相当不一般了 尤其是吕千寻 看住蓝轩宇的眼神顿时警惕起来 最近这两年 伴随着魂力修为差距越来越大 他已经不太将蓝轩宇看作是竞争对手了 却没想到 蓝轩宇的魂力修为竟然一下变强了 武魂似乎也有了变化 魂环也增强 还有 他那精神力已经499了吗 也就是说 再前进一步 就可以进入临海境 临海境的精神力 那已经是精神力的一个崭新层次 精神力在现代魂岛科技以及窦凯师之中的作用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这样的蓝轩宇不得不让吕千寻有些紧张起来 考核结束 陈一磊在张泽凯院长的亲自陪同下离开了 纪红冰第一时间把蓝轩宇叫到自己面前 你的年龄是怎么回事 纪红冰严肃地问道 迎天凡也站在他身边一脸的震惊 他对蓝轩宇的教学绝对可以用苛刻来形容 以至于当初纪红冰都认为他是在拔苗助长了 可那还是建立在蓝轩宇比实际年龄大一岁的情况下啊 史莱克学院拥有着最先进的魂岛科技 古灵测试绝不会错的 也就是说蓝轩宇真的环美到十一岁啊 不到十一岁就实际操控星际战机击毁了两台机甲 就算那海盗机甲实力不强 可这也太令人吃惊了 蓝轩宇有些尴尬地挠挠头 道 好像当初爸爸妈妈就是这么给我报名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事实上他也确实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季红冰眉头微醋 道 那么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今年 你可以不再继续参与测试 等明年再来 多一年的时间 把握性肯定会大多了 或者 今年就试试 我建议你还是试试 这样就算没考过 明年也还有机会 而今年还增加了经验 蓝轩宇突然小了一岁 这对迎天凡来说意义还没那么大 但对于季红冰来说 却可以算得上是个惊喜了 蓝轩宇道 那我就还是参加吧 季红冰点了点头 道 走 继续训练去说着 看都不看旁边的迎天凡 拉着蓝轩宇就走 而这次 迎天凡也没有任何阻拦的意思 小一岁啊 这机会大大的有 有容错率的情况下 他一点也不住击了 要是蓝轩宇再跟他学习一年的话 还指不定能变得多强呢 对于蓝轩宇而言 接下来继续水深火热 三天转瞬即至 接下来将要迎接天罗学院高能少年班的 将是在整个天罗星范围的海选 季红冰站在讲台后 目光沉静地看住面前的学生们 首先 作为老师 我要恭喜你们通过了出册 我想 你们之中有些同学们 也已经大概猜到了 这次的测试和考核是要做什么 没错 之所以建立高能少年班 可以说就是针对于这个考核而来的 你们应该注意到了 在你们来到学院之后 学院后面并没有再招收高能少年班 这是因为 高能少年班需要消耗的资源 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不能取得成绩 那么 学院也承担不起 你们作为实验班 在接下来的考核之中 无论是对于学院 还是对于你们个人来说 都将极其重要 所以 我接下来的话 你们都要牢记 在你们没有通过出册之前 我甚至不能告诉你们 这次考核的目的是什么 从进入高能少年班到现在 已经接近四年的时间 眼看着你们从处处茅庐的孩童 成长为少年 你们的努力 老师们都看在眼中 而你们的目标 也无不是成为一代人节 成为同龄人中真正的佼佼者 没错 咱们天罗学院 已经是天罗星首屈一指的浑师学院 在这里 你们能够学到很多 但是 就算你们未来从这里顺利毕业 你们也只是天罗星的佼佼者 而不是整个联邦的 更别说是成为真正顶尖的存在 如果只是为此 高能少年班大可不办 你们在原来的学习轨迹之中 也同样能够成长 之所以有高能少年班 正是为了让你们 去真正有机会去触摸 那最顶端的象牙塔 说到这里 季红兵脸上 彭腐多了几分圣洁的光芒 停顿了一下后 才沉生到 有那样一个名字 你们肯定都曾听说过 那也是威震联邦三万年 足足有三万年悠久历史的存在 那是每一位浑师向往的地方 这个名字就叫做 史莱克史莱克三的字一出 尽管高能少年班的学员们 对这位大魔王十分惧怕 也不禁瞬间一片哗然 除了已经隐约猜到 此次考核目的的少数人之外 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考核目的 可是 史莱克学院又有谁不知道的呢 三万年前 史莱克学院刚刚成立的时候 甚至只有七名学员 在那个时代 史莱克学院就打出了只收怪物 不收普通人的校训 以培养最精英人才为己任 而那七名学员 就是传说了三万年之久的第一代 史莱克七怪 据传说 那一代的史莱克七怪全部成神 全部修炼到了神级层次 尤其是其中的海神唐三 更是一首创办唐门 有了几乎和史莱克学院 同样传承了三万年之久的最强宗门 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 更是所有魂师心目中的圣殿 是真正可以和联邦政府并驾齐驱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还要凌驾于联邦政府之上的存在 第152章考前动员 骤然听到这个名字 所有高能少年班的学员们全都震撼了 哪怕是已经猜到了的吕千寻 蓝轩宇 也无不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实在是因为 这个名字的震撼力太强 太强 有关于史莱克的传说太多了 其中关于神级层次的强者 就有过不知道多少次传说出现 没错 你们的吃惊是正常的 这次你们要参与的考核 就来自于史莱克学院 也只有史莱克学院 才能让出测要求 就是12岁要达到20级 13岁达到30级 如此苛刻的条件 这将会是你们距离这座 全联邦毫无疑问的第一学院 也是全联邦所有魂师心目中 最神圣之地 距离最近的一次 错过了这次机会 你们很多人都要超灵 就将再也没有机会 进入了在季红冰肯定的话语中 高能少年班 21名学员们更加震撼了 他们简直难以想象 原来高能少年班的成立 竟然是为了考取史莱克学院 而此时此刻 他们现在即将要面对的 就是这份考核 平日里对于艰苦的训练 每个人都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却巴不得之前的自己 能够更努力一些 好在考取史莱克学院的过程中 能够更进一步 即红冰抬手压了压 让众人安静下来 史莱克 会比你们想象中更难考上 每年 史莱克学院都只是招生一次 而这一次 却是向全联邦范围进行的招生 也就是说 全联邦任何一颗星球 任何一座城市 任何一所学院 任何一名学员都有报名的资格 都有考上的可能 可是 你们知道全联邦每年 有多少失灵者吗 我告诉你们 至少百万以上 我指的是年龄 并且是浑师 而能够符合出测要求的 很可能也会超过十万人 而史莱克学院 每年招生的数量 是多少呢 季红冰比出三根手指 三十人 和你们进入高能少年班时一样 只有三十人 这就很好算了 十万分之三十 万分之三的概率啊 只有万分之三的概率 才能考上史莱克学院 众多高能少年班的学员们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所以 接下来你们要参与的海选 将是和十万人一起竞争 当然 我们天罗星本身 没有那么多人 但天罗星符合考核条件的 几千人肯定还是有的 从几千人之中 名列前茅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们需要做的 是进入天罗星海选考核的 前一百名 才有资格继续后面的考核 而之后的考核 更是会直接在斗罗星 也就是联邦总部所在地 更是我们人类的母星进行 因为 史莱克学院也在那里 或许你们会想问 学院耗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将你们培养出来 却要送给史莱克学院 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 目的是什么 第一 经过史莱克学院的考核 将会是对你们最好的锻炼 哪怕是失败了 对你们也会有极好的提升 你们未来也会是咱们天罗学院 最优秀的人才 第二 如果你们之中 真的有人能够考入史莱克 成为史莱克学院的正式学员 那么 天罗学院也将会得到 来自于史莱克的奖励 每考入一名学员 天罗学院就将得到一个教师 进修资格 进修一年 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学院来说 有着巨大的好处和帮助 所以 无论是学院对你们 还是你们自己对自己 都要提出一个无比苛刻的要求 那就是 不惜一切代价 释放出自己最灿烂的光芒 尽一切可能去获得好名次 这一次的拼搏 成功了 你们就有踏上人生巅峰的机会 就有了一条通天之路 就算是失败了 也不后悔 那将是你们 值得回味一生的美好经历 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所有学员几乎都是大喊住 吼出声来 蓝轩宇身边的刘峰和钱蕾 都激动的身体在轻微的颤抖住 他们何曾想到过 有一天自己竟然有参与 史莱克学员录取考核的资格啊 而现在 这个机会就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怎能不激动 怎能不兴奋呢 蓝轩宇却要平静得多 一个是他早就猜到了 另一个则是因为 当季红冰真的说出要他们去考取史莱克的时候 他脑海中首先出现的确实那一道亮影 有着深蓝色长发的静影 他也要考取史莱克呢 季老师 那考核的方式是什么 吕千询问道 季红冰道 海选考核的方式目前还不清楚 因为每一年史莱克学院考核的方式都不一样 唯一可以告诉你们的是 这将会是综合考核 史莱克学院要求 必须是三人一组参加考核 这也是为什么 你们在加入高能少年班之后 就是三人一组的吕千询一愣 有些急切的倒 那也就是说 三人一组 考上的话 就是三个人一起考上 考不上的话 也是一起淘汰 季红冰点了点头 道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听他这么一说 众多高能少年班学员们 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尤其是各个小组之中 实力最强的人 全都皱起了眉头 像吕千询这一组 他的实力明显要比叶灵童 和常见义更强 三人一组的话 也就意味住 另外两人有可能拉他的后腿 记红冰眼含深意的道 所谓的综合考核 不只是包括你们的速度 力量 魂力 战斗经验这些 也包括你们的智慧 心性 团队协作能力 甚至是一些千奇百怪的能力 不用妄图去揣测 史莱克学院的考核目的 因为史莱克 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很可能 你在某一方面的优秀表现 瞬间得到认可之后 剩余的考核 都不用再继续进行 也不无可能 唯一可以指点你们的就是 立身要证 这是根本所在 纪红冰这番话 可以说是为了众人鼓劲 但实际上 也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 史莱克学院究竟是会考什么 海选开始 模拟舱 当蓝轩宇和其他高能少年班学员们 一同进入模拟舱时 惊讶地发现 纪红冰 穆重天 竟然也进来了 他们还是第一次在模拟舱内 看到老师们的身影 跟我们来 纪红冰向学生们点了点头 该叮嘱的都已经叮嘱过了 之后如何 就要看个人的造化 在两名老师的带领下 众人被带到了他们熟悉的训练场内 这是平时他们练习实战最多的地方 纪红冰带着他们 一直走到最左侧的一个柜台 来到这里 他们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训练场最边缘多了一个柜台 柜台的颜色比其他柜台略为浅了一些 后面坐着一名相貌秀丽的女子 这女子看上去二十岁左右的样子 端庄秀丽 眉眼之间始终带着温和的微笑 看到众人过来 她主动站起身 微笑道 你们好 我是零一一第153章零一一的话 纪红冰向她点了点头 道 你好 麻烦你了零一一笑容和煦地 看向她身后的二十一名高能少年班学员 微笑道 应该的 各位请跟我来 她的笑容非常好看 会给人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感受 束手一挥 一片柔和的光芒洒落 下一瞬 除了纪红冰和沐重天之外 所有高能少年班学员们 已经瞬间消失无踪 沐重天有些感叹地说道 真是羡慕这些孩子们啊 我年轻的时候 就没有这等机会 纪红冰瞥了她一眼 道 你作为高能少年班班主任 如果他们有人入选的话 你也会获得前往史莱克进修的机会 对你的学生们没信心吗 沐重天苦笑道 在史莱克学院面前 谁敢说自己有信心啊 季老 您是最了解史莱克的人 不知道您觉得咱们这些孩子 有没有机会考得上 季红冰摇摇头 道 我也不知道 史莱克每年的考核方式都会改变 不得不说 有时候运气都会占据一部分成功概率 目中天道 那您最看好哪一组呢 季红冰道 蓝轩宇那一组罢 目重天一愣 蓝轩宇那组 论修为 应该是吕千询他们最后机会吧 吕千询自己早就过了三十集 常见义也过三十集了 叶灵彤也有二十八集 三人的综合实力全班最强 难道不是他们最有机会吗 季红冰少见地流露出笑容 说出这种话 是因为你对史莱克学院的不了解 史莱克的校训是只收怪物 不收普通人 吕千询他们在同龄人中 实力确实还算可以 但是 我问你 在全联邦 他们这等修为的还有没有 多不多 就算不是太多 但也不会太少 他们的武魂不弱 但还是有些普通了 除非是能够在自身领域中 有着独特的地步 或者就是平击住绝对强势的实力 碾压其他对手 否则并不是十分看好 目中天道 可兰轩宇这一组 平均实力却有点弱啊 他自己确实是双生武魂 而且非常奇特 但毕竟修为较低 他的那个武魂融合剂 必并也很大 不能一直使用 钱磊和刘峰 如果没有他的辅助 实力堪忧 所以 他们这一组 有的时候看起来还行 但仔细去看 却又是破绽百出 即红冰道 可是他们足够怪 刘峰的速度 已经超出场里的快 你对他的数据应该很清楚 快到不可控的程度 可是 如果他这极致的快 变得可控了 我们交不出来 不代表史莱克学院 也交不出来 而他们三人之中 最怪的不是刘峰 甚至也不是蓝轩宇 而是钱磊 这小子的召唤金钱武魂 我也是平生警戒 哪怕是当初 在史莱克学院学习的时候 也没有在任何资料点击上 见到过记载 这很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武魂 虽然不靠谱 可是 他却能在靠谱的时候 使得钱磊变成全班最强的一个点 但是他这怪异的武魂 就很是值得研究了 所以 如果他们能够顺利通过前面的考核 后面的机会就会大一些 牧虫天恍然道 原来是这样 那看来 如果我们后面继续办高能少年班的话 寻找新人 还要从怪这个方面去考虑 记红兵道 先看看这次能不能有人考得上吧 如果一个都考不上 学院恐怕也不会再耗费这么大资源 继续下去了 牧虫天道 不是三个吗 您不是说 要考上就是一组人吗 记红兵道 那是前期 我那么说 是为了增强他们的团队意识 别因为抛弃队友力身不正而被淘汰 到了后期考核 个人自身的特点和能力 学院才是最看重的 至于是否整个团队能考上 还要看他们个人的能力 牧虫天苦笑道 您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记红兵眼含深意的道 史莱克学院出测标准 还是沿用三万年前 随着时代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现代人的身体素质和天赋 都要比三万年前好了许多 所以当年的标准 其实已经不算太高了 可是 这只是遵循传统而已 史莱克学院每年就收三十名学员 想要考上谈何容易 绝不是用简单魂力 年龄就能评估的 考核方式千奇百怪 但归根结底 就是四的字 综合素质 光芒一闪 蓝轩宇和同学们 就已经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那名叫零一一的少女 站在他们最前方 微微一笑道 各位同学 我是你们在这次海选的引路人 稍后我会给你们讲解一些注意事项 接下来如何 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了 蓝轩宇一边听着她的话 一边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这似乎是一片山谷 山谷周围寸草不生 他们此时所在的地方 是半山腰一个平台 以小组为单位 每三个人一组 在这山谷之中 生活住一些魂兽 他们会有较强的攻击性 生存的时间越长 在海选中所获得的分数 就会越高 如果能猎杀魂兽 不同的魂兽也会有不同的加分 如果被魂兽杀死 就将结束你们此次的海选 计算最终得分生存 这似乎和以前他们在高能少年班的考核 很是类似 这种情形的训练 平时他们都曾经参与过 所以 当一众高能少年班学员们 听了零一一的话之后 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看他们都点头表示明白之后 零一一眼含深意地微微一笑 道 那就开始了 祝你们好运一边说着 零一一双手向身体两侧轻轻挥动 隐约之间 似乎有一层能量 从他身上释放而出 下一瞬 他已经化为一道光芒 巧无声息地消失了 钱磊和刘峰分别站在蓝轩宇两侧 几年来 他们的配合早已十分默契 形成了以蓝轩宇为核心的战斗方式 零一一走 钱磊突然皱了皱眉 道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 还有 我们二十多人现在都在一起 就算一起行动不是也可以吗 那岂不是会更安全 他话音才刚刚一落 突然 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突然响起 高能少年班的学员们 全都被吓了一条 不约而同地将目光 投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从他们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下方山谷的全貌 这个山谷地势非常开阔 内部以丘陵地带为主 没有植被 到处看上去都是光秃秃的 那一声怒吼正是从山谷深处传来 然后他们就隐约看到了一片烟雾缭绕 什么情况 吕千寻大喝一声 戒备 注意隐蔽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大家都是竞争关系 但刚刚01已经说了 他们将要面对的考核是生存 也就是说 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他们更大的竞争对手会来自于外部 而不是这里 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确保生存时间才是最重要的 众人久经训练 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就地寻找山石躲避 蹲下身体 尽可能地隐蔽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